好,歡迎大家來到東漫輝密149集 同盟,正式開始節目之前,我們有些重要事要做 對,很重要 為了不要得失某些人,循例也要做一下 那就是,某人生日了,原來 生日都來做節目 阿末德多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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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重要 當然是緊要啦,你真的有些人小器 生日都要做節目,多慘 所以今天要Be nice to him 要好好地對兵師 我們今天不要串他,串少一點 那我可以盡情串大家吧 你有特權的,生日 多謝,多謝 好,那我們第149集開始了,今集說什麼 嗯,這個就關鍵了 上次有聲譯過都知道,就是統夢 不過先要更正少資料的就是 其實很多人就把這個習慣讀成統夢 正式來讀,應該讀衝夢 因為它是解枪械火器的意思 嘩,又聽動肺學中文 但是我自己當年 認識這個字的正音的時候 我去買書,然後我問老闆 咦,衝夢出了沒有? 老闆報以奇怪的目光 他說,學生哥,你說統夢 被人串回頭 所以我這麼多年來都唯有用這個名 這是不對的,你應該去糾正他 應該指著他頭 這個叫衝夢啊,老闆 你知不懂得指 當時學生哥沒有膽量 現在不同了 我再嘗試買一本的東西跟他說一次 立斌要下去 那自我介紹先 大家好,我是夏木貝 我是冰芝 我是梅日郎 今天為了隆重歧視 這個這麼重要的課題 請兩位嘉賓來 兩位嘉賓自己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詩迪 我叫Johnny 兩位都是達到學者級數 嘩,今晚是陽性陰帥 很強勁 這些這麼硬派的少女漫畫 當然要多些男女 為什麼是硬派少女 因為這本漫畫都是陽性陰帥 全本輸得那兩個女角 我都沒有看過 聽下去就知道為什麼說 硬派少女漫畫 先講一下這套作品的少許資料 作者是沐城杏仁 台灣或大陸稱它為沐城胡說 本身它都是比較偏向一些成熟類型的題材 統夢可以算是第二套作品 這套作品連載是在1991年開始 當時這個故事再前身一套Wingmaker的長篇連載 但是在完結的時候 臨尾加插了一個小角色 然後作者沐城杏仁 將這個角色再發 將它變成另一個故事 然後獲得好評 由當初的短篇 變成後來可以長篇連載 所以當初看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故事它的設定太少 而後來加很多後設 就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很巧妙地 作者就慢慢將所有元素 世界觀的設定 鋪了下去 令到大家越來越喜愛和接受 甚至乎連一些歐美的人士 都對這套作品 而這套作品 首先說回作者 他當初想將《統夢》這個故事 放在周刊少年中的連載 喂你自己 糾正你自己 你是讀《統夢》還是《衝夢》 我為了大家 我們政治嘛 最重要是政治 我怕大家會用《衝夢》 正音 由原本 本來想在周刊少年《drum》那裡連載 但是經編輯 建議之後 去了《business drum》 較為成熟 為對象的一本漫畫雜誌 但也無損他受歡迎的程度 最後 就出到 我記得他自己說 有出了六七個國家語言的版本 以《入萬》來說 一個很大的國際市場 由1991至1995年 連載期間 總共是九旗 我們現在開始正式簡介的故事 本身這套作品是屬於科幻的類別 如果一說科幻 大家會第一時間聯想到什麼題材 科幻 阿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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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機械人 基本上都會是這些 或者如果再以一般香港人的概念 是太空船 激光槍 激光劍 那些 那就變成Star War Star War都是Sci-Fi來的 Star War其實都是一個很指標性的代表 但是 《沖夢》這套作品 它特別的地方 不只是一些這麼表面的元素 它描寫的會是包括 一個真正未來世界 那個社會 上管理階層 甚至乎低下階層 流浪漢 工人階級 大家都會是身處在這個 未來社會 在科幻元素 科技影響下 怎樣去生活 什麼叫真正未來世界 未來世界都未發生 哪有真正還是假的呢 我想 或者叫相對的真實 真實感很重 真實是 如果真正未來世界是這樣的 嘩 我對這個世界很酷 起碼好過那些 毀滅了一兩個人 那些 好和不好是很相對的 那這件事 繼續說一下 故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吸引之處 故事主角 嘉莉 本身 他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他也是一個半人半機械的軀體 就是由 本故事的另一男主角 艾德 由這個 垃圾堆那裏收拾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可能大家 住在中文澳那邊 在堆田區 某人走過 撿到一個 只有半截 身軀的機械人 然後帶回家 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 而之後 撿他 驅體的這位艾德 本身是屬於機械人的維修師傅來的 他就覺得 這個 叫做 壞了的機械 改造人 是中了一個 腦還沒死 雖然 驅體壞了 而且腦處於冬眠狀態 嘗試找一些零件 幫他撿 令他重獲 新生解凍 過程中 艾德本身 除了自己做機械人醫師 還有一份副業 就是做這個賞金獵人 賞金獵人 這個是他世界觀 一個很特別的職業 因為當時設定了 所謂的未來世界 已經沒有了警察 世界上充斥了很多人做的機械人 沒有未來警察 未來警察怎麼辦 未來警察就是去第二個並行世界上 繼續做他的未來警察 在這個世界是沒有未來警察的 但是罪犯仍然在 所以又出現了所謂的賞金獵人 專門殺這些罪犯 然後拿錢 某程度就是接了管理階層外判的工作 但是這些賞金獵人都很有趣 不是每個人是為了維護社會正義 有些真的是為了獎金 說明是賞金獵人 你經常都是這樣的阿郎 即是那些賞金獵人 又不是為了賞金 就要去為正義 又要為正義 還有 都不是的 隱者又不用做隱者 就是要承認的 這樣也不是的 嘉莉也是為了快感才做獵人 撿她回來的醫師 也不是阿艾德也是 是為了獵殺其他對象 那些犯人的快感 嘉莉就除了這件事之外 因為他本身是屬於失憶 雖然醒了 但是他發覺有一次 在戰鬥過程中 好像重拾了一些記憶 還有想有一點獨立 因為在艾德照顧的期間 他很感謝他 但他又覺得 好像被人操控著他的人生 他不想做一個活動的人偶 生存下去 他想找回自我 所以他自己也加入了這個 賞金獵人的學面 我又要打斷一下你阿郎 因為我們的M群 動肺的M群 因為一些事暫時down 各位可以稍而欲報 去後備M群 後備M群就是group410388 at msnzone.cn 你繼續吧 大家吹水不死 繼續吧 在過程中 嘉莉透過不同的戰鬥 當初艾德給他的驅體 打算是日常用的 不是為了戰鬥 日常給他自己用 不要說那麼邪惡 在垃圾房撿到下半身 你最初撿到一個公仔 看起來挺漂亮的 回去組裝好一點 去幫他換衣服 玩一下寶貝 打算這樣而已 怎知道他又這麼反叛 又說要出去做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 原本打算收鬼 他又放在家裡 自己玩的 他又要走 其實過程中 艾德都能夠醒覺到 被嘉莉罵醒了 不應該這樣操縱他的人生 都覺得尊重他 可惜嘉莉的驅體 是不足以應付這些激烈的戰鬥 或者改造人罪犯 所以他自己 在一次戰鬥之後 嘉莉的身體破損了 就把他一件收藏品拿出來 這個就厲害了 嘩這件 沒得頂 沒得頂 這套東西是極品來的 由開頭可以用到 幾乎最尾都是說回這套東西 那就是講一個叫狂戰士驅體 這件機械驅體大有來頭 根據艾德的觀察 應該是幾百年前一些 星體戰爭的時候 一些專業的士兵所用的驅體 達到可以有一個士兵 對付一整隊軍隊 私團的實力 嘉莉得到這個驅體之後 當然遇虎添翼 在戰鬥過程中 他自己以前的武術 也帶出了另一個詞 就是機械人專用的武術 叫做機甲術 非常吸引的設定 那麼他在過程中 第一個所謂的宿敵 就是一個叫馬格斯 算是比較異類的改造人 因為一般改造人 都是跟人形的驅體 有手有腳 但是馬格斯本身 他是一條魚蟲 追蟲 他除了自己 可以像蟲一樣四圍去捐 還可以上別人身 控制別人的驅體 成為他的一部份 直接取代了 這個設定 是當時比較少有的 除了妖魔類型的動作漫畫 其實機械 他有很多科學理論 在背後支持他這些設定 這個大家覺得很吸引 最後當然 強化了的嘉莉 是完全能夠升任 解決了這個敵人 但是在過程中 大家都 作讀一個門 看到 木城客人 在這些 就算 主角的 宿敵 或者是 反派的角色 都落很多描寫 其實馬格斯也是很不幸地 在這個故事發生的城市 廢鐵城 被社會遺棄 自小就在這個坑渠那裡生活 而 亦都受到 在正常上面 地面生活的人 排擠 甚至乎虐待 令到他 處於垂死邊緣 後來被人救回 這個就是故事的另外一個大伏線 嘩 這條伏線就長了 納到尾 這個人物 是羅雅教授 德斯丁羅雅教授 這個教授很有趣 他不會直接去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他專門去幫助一些垂死的人 讓他們可以延續自己的夢想 但是他完全不會理會 那些他的病人 究竟是善還是惡 對這個社會有沒有幫助 只是覺得 挺有趣的 好吧 夠你了 你繼續去玩吧 任你自由發揮 因為他當所有的 所謂的去幫助病人 都是一些工具 只不過是 當作是實驗品 我正在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不會理會那個病人 最後幫了他治好他之後 他會做些什麼 他只不過是整件事是一個突然 這個關於羅雅的故事 之後會繼續說 加利完成了第一個大案子之後 在賞金獵人界 博有名氣 也引來其他賞金獵人的眼紅 但是不管 他如常生活 除了他繼續 日常工作之外 正竟然學人搞初戀 人做人的初戀 這段在故事上算是比較重的感情線 比較特別一點 是歐科 沒錯 歐科本身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類少年 他本身自己也有一個夢想 因為他家庭有點不幸 這個要牽涉到殺雷武 廢鐵城 先說回他們發生的舞台 他們所居住的叫做廢鐵城 但是 在對上 有一個天空都市叫做殺雷武 而廢鐵城 基本上所有人 都可以算是服務這班天空城市的上等人 的一些勞工階層 而 殺雷武的存在 就有一點神話宮殿的感覺 給大家 你 地上人是不能上去 但是 你 又會在同景上面 因為很多時候 你是以一個工人階級 為他們去服務 今天我是政治大使 是憧憬 不是同景 都是個衝字 沒錯 所以 大部分的人 會對殺雷武 這是一個 憧憬 而希望 有機會為他服務 甚至乎 上去成為他們的公民 這第二段故事的男主角歐科 他哥哥就是 曾經 有這樣的期望 他哥哥 希望 本身 想 透過 開飛機 去澳翔天際 順便去看 想去生活 等等 但是 有條規矩 是不容許任何 飛行交通工具 如果 一經擁有 或者是乘搭 都是死罪 他哥哥就很不幸地 被 他的老婆出賣 最後 被人 暴殺了 這個 就是歐科本身 家族的悲劇 那他老婆出賣 他有什麼好處 其實是為了 安穩的生活 因為 他老婆 那時候是有了 他們家裡的寶寶 就覺得 哇 有了他的寶寶 還是他家裡的寶寶 不是他 是他家人 寶寶 不是他和老婆 他老婆在家裡 在家裡搞自己的事 你和家裡搞自己的跟證 多謝 多謝 成功跟證 那 身為太太 以及 準備為人母 覺得老公 經常發白人夢 你想什麼去 安定地生活 就算了 反而覺得 老公 是在危害自己 和下一代 所以 反過來 走去舉報他 這個是歐科 大義滅親 對 但是歐科沒有說 如何去復仇 反而他想延續 他哥哥的夢想 他真的想上去 這個 天空都市薩雷堡 那裡生活 做了很多 工作 有秘魯 但是他的秘魯 就是犯罪行為 因為這本作品 大部分出現的人 都是改造人 機械身軀 雖然機械身軀 沒有病 機械身軀 不會有疾病 但是也會有基件上的問題 他和朋友 夾粉 幫人擠油 等等 引人入後行 然後 腦脫 脫人身體的零件 就是金如露 不是 只是要 脊椎 脊椎強盜 就是那些 好像七十年代那些 別動 打劫 其實順帶回一提 所謂的改造人 其實他都是半人半機械 有他的 本身血肉的身軀 或者其中一部分的零件 譬如很重要的脊髓 腦 之後 再配以機械四肢 情況有點像鋼電 鋼電的設定 主要其實都是人 不過可能真的 某一部分 或者大部分 不包括腦袋 是機械化了 而最主要是 城市根本沒有法力去管制 這些 所謂的 黑市器官 或者零件買賣 根本縱容了這些人去犯罪 而歐科就是其中一份子 為了進發 沒有管制 沒有管制 他怎麼叫做犯罪呢 他做這些事情 如果城市沒有管制 他做的事情 我所謂沒有管制 是不會管制一件零件的來源 不會像車 一定要有原廠證明 你可能是 一些 賊裝 他都不理你 但是如果被人抓到你是 公然從事這些 強搶 偷竊 的行為 就會成為賞金人頭 就被賞金獵人去追捕 這是他們法制不完善的地方 這些都是完善的 真的 過程中 跟嘉莉怎麼拉上關係呢 就是嘉莉在日常行動中 跟歐科遇上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失憶的少女 就發覺跟他很適合 開始有些初戀感 在過程中 知道他的悲劇 用這樣的夢想 打算靠自己做賞金人 幫他儲錢 讓他達成夢想 可以上薩雷姆 但是 艾德 他身為薩雷姆出來的人 他知道這是一個謊言 是一個局 對 因為地上人根本沒有機會上去 而且感覺到 歐科 能夠儲這麼多錢 他一定會從事不法勾盪 最後 引伸成為 歐科真的被發現 他做這些強盜行為 被追捕 而嘉莉就在夾影中間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賞金獵人 最後引發悲劇 也有一個人出賣他 那個叫做 薩萬 另一個賞金獵人 其實是因為眼紅嘉莉 這個賞金獵人界的新人 所以就想 炒禍他們 覺得 知道你們有感情 讓你們的立場有對立 對著幹 拆散這對小情侶 歐科變成了賞金人頭 嘉莉就被迫去追捕他 最後故事發展 過程挺迂迴的 但最終演變成一個愛情的悲劇 這個也是 嘉莉成長上的一個轉捏點 之後 經過這件事 嘉莉失去了歐科 而他也有一點自暴自棄 離家出走 去了城的另一邊 開始他新的人生 南部 這個精彩了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為什麼會在討論區那邊 比廣漫更激烈的打鬥 就是接下來的故事 就是機動鐵球片 這個也是 廢鐵城裡面的一個小小的設定 本身 薩雷姆要利用這些低下層廢鐵城的人 他覺得純粹是因為利用或者少少利益不夠 應該提供一些娛樂給他們 設立了兩種的娛樂 一個就是所謂的地下鬥記場 是一些格鬥大會 上台簽身死葬 但是就是讓你們引發那些人常血的個性 你看這些東西 你就不會對社會那麼多不滿 就沉迷在這些賭博或者殺戮上 另外一個就是機動鐵球的運動 雖然說是運動 這個運動是挺有趣的 本身是一個會自動震動的球 在賽道上自己亂跑 很不啞 有不啞 加了摩打在球裡面便會震動 只是增加一個難度 很難 然後選手就追逐了 拿這個球衝過終點為勝利 但是過程之中 你用什麼暴力手段都無所謂 所以又是一種以暴力血腥去麻醉民眾的遊戲 加利經過歐科這件事件之後 受打擊 就去了參加機動鐵球的運動員 過程中他完全發揮他的戰鬥本能 亦都遇到很多不同的新的同伴 希望用這些戰鬥去麻醉自己 後來你說到四眼長面大叔 即是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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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艾德 即是艾德 因為咦畜 他跟班長然後輸下 然後返向嘉莉 然後返復 另外一段 後來 慢慢因為他來找到嘉莉 希望回心轉移 其實我都��著你 dal 好像去追求一個離婚的老婆 離婚的年輕老婆 不倫之戀的感覺 那些亡年戀的老爺 去求班那個小妹 回來他身邊 這套是否玉成系 可能是 包裝得很好的玉成系 你說起真的跟那些 Princess Maker一樣 養褲 最後其中一個Ending可以變成你的老婆 對眼場面大叔 去到找到嘉莉 但他知道嘉莉不理他 為了讓他 可以回來自己身邊 去幫嘉莉的對頭人 當時鐵球大賽中 公認是Number One的帝王 阿西加 阿西加的造型很帥 整個故事裡面 沒有多少個角色是帥 所以他的角色特別覺得很帥 這個叫做第一個型的人 在過程中嘉莉 因為他雖然看到艾德回來找他 也明白他的心意 但他有點像叛逆少女 離家出走之後 又不好意思回去 繼續參與 我玩厭你這個老爺 你讓我出去找年輕小伙子 嘩 不倫 他唯有硬著頭 繼續在機動鐵球參與他的戰鬥 而他在過程中 亦都因為一個小意外 他栽培他在機動鐵球發展的教練 意外死亡 他變得之前是有少少混樂 或者純粹是發洩 而參加這個運動 他變成希望能夠達成他的經理人 教練的夢 最後是維圓 而繼續參賽 最後他也清醒回來 跟艾德說 完成了他要做的比賽之後 他就會回去 但是過程中 艾德已經答應了幫亞西加那邊 打算擊敗你 等你精神受創 然後就會回來我身邊 卑鄙啊 男人 不是的 他好像是追求別人的妹妹 不是的 有人的妹妹追求他 搞錯了 有人的妹妹追求他 所以最後他才放假你走 我身邊有一件 算是他喜歡去 美其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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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尊重你的生活 你想有你的自由 好吧你去吧 其實根本 因為我身邊有了一件 即是如果自己 自己追不到一件 就死都不讓你走 其實 他的教練艾德 跟現在的冠軍艾西加 年輕的時候大家是宿敵 但是很不幸兩人都發生意外 而艾西加呢 叫做幸運地 被人救回 就是剛才說過那個 幫阿... 羅雅教授 又是他 幫阿西加在垂死邊緣救回他 又是他 而且跟他做了腦改造 令他的神經反應快了 迅速能夠登上冠軍寶座 但是同時間又令他的壽命變得很短 是啊 他本來都垂死了 所以他自己都覺得 賺了沒有怨人的理由 但是艾德就很不幸 受了重創 沒有這些高人相助 只能靠藥物去維持 反而縮短了他運動員的生涯 又說又說 我記得阿德加的妹妹很漂亮 是啊 我也覺得不錯 蘇米糕嗎 蘇米賴 誰是蘇米糕 那個就叫歐科 但是他的妹妹一出場 其實就是很不幸的 是準備被人強姦 而這個艾德大叔就去救回他 這些一般的老土英雄救美故事 是這樣的 命運之邂逅 不然怎麼會有年輕人喜歡阿叔 一定是有些原因的 他要鋪得對的話 一定是 你想想他其實只是想要個 四十歲娶一個十六歲的夢想 誰都可以 那當有個妹妹 有個妹妹是 有個妹妹是 就放走機械人 是 喊得也不太醜 還挺漂亮 還挺帥的 以我叔叔來說 年輕的時候 還是挺有型的 對 跟冰芝差不多 嘩 很害怕 說這些話 蘇米拉升了Level 他由當初暖興 變成後來暖褲 你看看對比 總之大家 發生了這麼多事之後 雅西加 一直以來 他就知道自己的時日無多了 他只是希望能夠在有限的生命裡面 繼續 在這個機動鐵球界 得到他的榮譽 成為冠軍 維持了這個王者的地位 直至死為止 而 加利 希望達成艾道的心願 能夠成為冠軍 打敗他打敗不到的雅西加 大家都定了這個目標 作為大家最後的戰別 故事發展下去 加利 因為本身屬於第三級 要越級挑戰 後來升上第二級 都要再找多幾個同伴 才能夠達成條款 去挑戰冠軍雅西加 在參與比賽之後 找了幾個同伴之後 終於組成這隊挑戰者隊 過程都挺有趣的 這段為什麼我說 就是能夠比廣萬局打得更優勝呢 在機動鐵球裡面 有很多不同派別的人 有些是純機械式的 用一些機械式的武器 或者有些古靈精怪 用劍肉 日本玩的那些 撞撞球 那些武器也有 有些人用劍道 而有幾個角色 是用中國武術的 例如 和加利 化敵為友 後來變成好朋友的 阿職 用鴛鴦地公拳 一種中國 南方武術 還有他的徒弟 螳螂拳 可以運用在機動鐵球上面 而在過程中 表達的動感是非常之高的 找到這班強手的幫助 去挑戰雅西加 過程實在太恐怖了 這班挑戰者對著雅西加 完全沒有還擊之力 瞬間就被雅西加解決了 但是加利都能夠爆發到 在同伴的幫助下 傳統少年異血那些 大家同心協力 雖然其他人都犧牲了 踩著同伴的私鞋 終於能夠和雅西加 站在對等的場所上對決 而大家都爆發了最精彩的一戰之後 加利就敗陣了 而最後也決定去投入正常生活 機動鐵球這篇就是這樣去完結的 什麼叫正常生活 離開這些殺戮戰場 繼續找另一個大叔 但他又不是完全回到艾德鎮邊 他是要找少年 歐夫也是少年 他就是成長了 覺得少年也未必完全對 他後來再遇到另一個人 又喜歡另一個大叔 這是再之後的故事 但他後來發現自己 縮控 原來不是太喜歡少年 也是縮控的 機動鐵球片完結之後 加利回回普通生活 在酒吧那裡 做這個叫做 陪酒 不是 啤妹 酒狼 表演者 酒狼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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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掘自己其他的潛能 除了戰鬥方面 賣啤酒和猜拳也有一手 老闆三支好嗎 又彈琴又猜拳 一隻手彈琴 一隻手搖適忠 一隻手搖適忠 五個六 厲害 不是啊 他去玩音樂 可惜他之前結落的怨 其他眼紅他的想金月人 沒有放過他 變了 之前說過有個薩曼 就是 拆散他和歐科 之間的搞事者 最後他被加利重創 掉到坑渠 又是去到垂死的狀態 而又不約而同地 又被羅雅教授 撿了回去 這個羅雅教授 什麼人 專門撿破爛 是呀 他生活就是這樣 是收買佬 艾德也是的 艾德也是喜歡在垃圾都去撿 不然最初怎能撿到佳麗 不同 艾德起碼撿完回來 會當他爸爸那樣玩 給一些漂亮的衣服 換些漂亮的去看 大家的用法不同 但是大家都是喜歡撿垃圾 兩個都是收買佬 其實是很漂亮的 艾德英俊為甚麼 這漂亮不漂亮就很主觀 是很見智 但是羅雅教授 他專門撿了 他很喜歡收藏老的東西 然後全部嘗試救他 又或者是用來做其他的實驗 救到就救不到 就是用來玩 其實我聽這個故事簡介 是令我想起超級小黑咪 有些適合 講博士 到處去撿東西回來改造 撿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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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住在垃圾堆上 是啊 設定上真的很遲 那這個薩文 被羅雅教授撿回去之後 就不同前面那兩個 被他救了的人 不能夠變回正常人 因為傷得太重了 但是他在過程中 因為嘉莉當時參加機動鐵球賽 就沒有再用那個狂戰士驅體 收藏了 誰知被他那個教練 打算斷了所有關係 把那個驅體賣出去給別人 剛好又被羅雅教授買了 最後就變成最惡劣的情況 就是薩曼和狂戰士驅體結合了 成為一個連廢鐵城軍隊都對付不了的怪物 他已經佔據了廢鐵城 是啊 其實薩曼那時候 就算復活了 都沒有了大部分的記憶 他只能夠剩下一點 對嘉莉的復仇心 去驅使他的行動 就是他死前最強烈的意識 那個執念 應該是 就是要報仇 結果 找上門 嘉莉想過一些平凡巴裏生活 都不行 而就是這篇故事 另一個轉捩點 當連軍隊都對付不了他 就是 用回普通的區塊 嘉莉更加不是對手 最後 連想救嘉莉的艾德都被殺死 去到 差不多絕望的時候 嘉莉找到羅雅教授 羅雅教授都認罪 他覺得這件事都是我弄出來的 不過 我給你一個機會去解決這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把波推到嘉莉那裡 那對的 這些瘋狂的博士說 我的責任就是製造麻煩 解決麻煩不是我的責任 你看套套也是這樣的 沒有一個博士會走出來 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永遠都是隨便發明一些東西 然後引起問題 也對的 連IQ博士也是這樣 博士只是擔當這些工作 你看看服仇鬼裡面的博士 都是製造麻煩的人 所有的博士都是這樣 這個博士是天性 你叫他解決問題 他就說這方面不是我負責 永遠都是主角負責 嘉莉唯有充當救世主 但當時的廢鐵城居民 都對他不滿 覺得嘉莉應該出來做犧牲品 做一隻奉獻的羔羊 制品 去平息殺慢的老火 才是最合理的 你不要再跟他鬥了 對啦 後來講到嘉莉為了殺死薩萬 就犯了一些法 用禁止使用的武器殺死了他 其實羅亞教授給他 那不給他 槍 不是只是一支槍而已 我不明白為何要禁止一支槍 最後因為這樣 被判為A級罪犯 後來被人捉上去空中城市 就是殺雷武 審判 不知為何無端端看中了他 不知是貪去美式還是怎樣 就不處死他 就挑選他來做了 殺雷武的一個地上代理人 那其實是什麼呢 只不過是 我派一個人下來 就幫我們管理 廢鐵城 有些什麼事 就可能 當是一個 Agent 你就是我的代言人 幫我去處理下面那些奴隸的事務 即是肉質 其實也可以這樣說 其實是僱傭兵 是僱傭兵 幫他解決一些 他們不想出手解決的問題 因為這個要說回 加利自從打敗了殺雷 某程度是接近同歸於盡 垂死邊緣 被薩雷武那邊撿了他 但是他這幾年 其實地上發生了很多事 就是有一個叛軍出現 就叫做 巴傑克的山賊兵團 這樣的組織 手令電 對 又令到 他們主意是由外圍攻擊 攻擊殺雷武旗下的一些 廢鐵城的物資 設施 農場工廠 目的就是想推翻殺雷武 希望整塌了他的那些 令殺雷武先倒下 斷轉他的資源 即是整個殺雷武 打他下來 所以 但是殺雷武的人 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是優等人 我不屑和你們這些男子打架 所以就找了嘉莉 這些 對 這些鬥狗的 對 對 你幫我去對付這幫 叛黨 所以看中他 給了一個新的身份 而 嘉莉本來就萬念俱灰 覺得又是被人利用 我救回城市 你們都說要判我有罪 萬念俱灰 但是他又想起 當日羅雅教授跟他說過 如果解決這件事 我會幫你復活 回艾德 他記得有這件事 所以又有動力 唯有做人的走狗 發展到一個故事後期 非常精彩的 所謂巴結克之亂 這個叛亂事件 本身其實是有些社會性 或者政治性 因為大量的地上人牆 被薩雷姆的壓榨和迫害 本身有很多人不滿 其實遲早都會發生 這些有組織性的罪行 嘉莉基於自己 想再見回艾德 唯有答應薩雷姆 以這個故隆兵的身份 去剿滅這幫叛黨 在做故隆兵身份的期間 他認識了瘋狂教授的兒子 凱奧斯 慢慢發展到 原來知道 所謂巴結克的首領阿殿 其實凱奧斯是同一個人 不知為何 本身一個人 另外一方面 陰暗面分了出來 然後化身了 寄存了在機械區體内 就和另一班人去反戴萊姆 其實為什麼說這套是真正的SF作品呢? 一般作品去描寫這些 兩個人其實是同一個身份 用雙重人格的描寫 但是這套不是那麼簡單 他是說凱浩斯是有雙重性格 但是對初發現這件事是他爸爸 斯蒂英羅亞教授 而教授怎麼做呢? 他直接做了一個機械驅體 亦都在凱浩斯身上做了一個電波發射器 讓電可以透過這個發射器 利用這個機械驅體自己行動 不再需要受本身的肉體去阻撓和限制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是潛意識在控制機械人偶 在外面組了一對叛軍 後期因為加里和凱浩斯 終於都知道 所有很多事情最後幕後攪手 都是那個瘋狂博士 是德斯蒂英羅亞搞出來的 不停追蹤他 打算尋仇 順便問問他 其實喊得一件事是怎樣的 你又復活了他 一直追蹤他 後來 本來幾次都找到他了 但後來加里被 打算尋仇的局長出賣了 令到他又被精神 打算尋仇有一個武器 精神攻擊 對峙是夢 令到他就迷失了自我 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 後來又是很老土的奇亂 又憑著個人的 還強精神力 令到他惡夢中心患過來 無端端又醒了 一點都不老土 然後慢慢發展到 帶出了 達雷姆一個本身 人類以為 他們本身高高在上的人 一個很大的秘密 秘密是甚麼呢 當然是讓你們自己看 整個故事 最後就帶出了 阿加里本身的 身世之謎 雖然說得很少 原來他本身為何會來 為何會變成 在垃圾堆裡面 的一個包屁公仔 後來也有一點解釋 詳細的就是讓大家 自己真正正的套說 揭來看 故事先講到這裏 我們休息一會再回來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有燒了事 稍後回來再詳細分析這裏作品 好 待會回來再見